本台消息 7月21日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公布 决定指出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 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党的11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 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党的18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 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 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组人民 以伟大的历史主动 巨大的政治勇气 强烈的责任担当 冲破思想观念束缚 突破利益固化翻离 敢于突进深水区 敢于啃硬骨头 敢于涉嫌摊 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 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 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 全面深化的转变 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 基本建立 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 系统性重塑 整体性重构 总体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 实现到党成立一百周年时 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 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推动我国 迈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是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 中国式现代化 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 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 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 这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是贯彻新发展理念 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 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 更多更公平汇集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 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 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 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求真务实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统筹推进五位议题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 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更加注重系统集成 更加注重突出重点 更加注重改革时效 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 更好相适应 为中国式现代化 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 继续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到2035年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 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到本世纪中叶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奠定坚实基础 要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聚焦建设美丽中国 聚焦建设更高水平 平安中国 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 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时 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全面深化改革 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 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守正创新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坚持系统观念等原则 处理好经济和社会 政府和市场 效率和公平 活力和秩序 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 增强改革系统性 整体性 协同性 决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做出系统部署 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 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提高党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 决定指出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创造更加公平 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更好维护市场秩序 弥补市场失灵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 市场监管公平统一 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 要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完善市场准入制度 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 决定指出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 立足新发展阶段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 塑造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 要健全因地制宜 发展新制生产力体制机制 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推动劳动者 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 催生新产业 新模式 新动能 发展以高技术 高效能 高质量 为特征的生产力 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 深度融合制度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培育壮大 先进制造业集群 推动制造业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 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 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 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 决定指出 教育 科技 人才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必须深入实施科教新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统筹推进教育 科技 人才体制机制 一体改革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 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改进科技计划管理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决定指出 科学的宏观调控 有效的政府治理 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 内在要求 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 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要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 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 决定指出 城乡融合发展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 治理融合水平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双向流动 缩小城乡差别 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要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完善强农汇农富农支持制度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决定指出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 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坚持以开放促改革 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深化外贸体制改革 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 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 决定指出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必须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 基本政治制度 重要政治制度 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 把人民当家做主具体现实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 要加强人民当家做主制度建设 健全协商民主机制 健全基层民主制度 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决定指出 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维护宪法权威 协同推进立法 执法 司法 守法 各环节改革 健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机制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 法治化 要深化立法领域改革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 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 决定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必须增强文化自信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弘扬革命文化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加快适应信息技术 迅猛发展新形式 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 优秀文化人才队伍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要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 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决定指出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 必须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 加强普惠性 基础性 兜底性民生建设 解决好人民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完善就业优先政策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 决定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 扩滤 增长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加快完善落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 要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 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 决定指出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 行本志愿的重要基础 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 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 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 健全社会治理体系 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 建立健全周边安全工作协调机制 强化海外利益和投资风险预警 防控保护体制机制 健全反制裁 反干涉 反长臂管辖机制 健全维护海洋权益机制 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 决定指出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深入实施改革强军战略 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提供有力保障 要完善人民军队领导管理体制机制 深化联合作战体系改革 深化跨军地改革 决定指出 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 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 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 管党治党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不断推进党的自我进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 确保党始终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坚强领导核心 要坚持党中央 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集中统一领导 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 以钉钉字精神 抓好改革落实 中国是现代化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对外工作 必须坚定奉行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进行全人类共同价值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唱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深化外事工作机制改革 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坚定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决定号召 全党 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要更加紧密的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 高举改革开放旗帜 宁心俱力 奋发进取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努力奋斗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